音樂 其實熱草文化呢 也 親到觀眾的正妹 手旁中華在美食來做秀 也馬上提前在 中華美食區的三團記者會 大家做次味覺和視覺技術的開場表演 特色性的熱草 為了可以提供來跟中華六港 參加台灣中華的全國民眾 可以跟其他中華不一樣感受 這次兩年的中華 中華館政府實在開票後 南北美食中華 讓民眾可以拿太多 那平常中華在地的好吃料理 燈會期間呢 除了視覺聽覺各項的表演之外呢 當然味覺我們也兼顧到了 所以這部分要跟各位鄉親做一個報告 就是說我們希望各位鄉親能夠踴躍的 到我們合法的這個攤商這邊來消費 那麼能夠享受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環境 我們這七橋燈籠是將這個七橋板的元素呢 放進去我們這個盒子裡面 那將七橋板這個盒子 拿起來之後呢就可以變成一個燈籠 那我們主要是為了元宵而製作的 那麼我們希望說提供優質以及衛生 以及安全的這個保障呢 給我們的這個鄉親 大家來品嘗我們台灣的美食 特別是我們彰化地區的美食 可以說非常的多樣 其中主辦單位也表示 由中華館政府為同業者所辦理的 南北美食店庫 是兩年頂會為他討論拜達和朝鮮的地方 當中有超過三百的單位 有慶祝想拜達的民眾和業者 就要趕緊報名 記者檢測採訪報道